你到底在怕什么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个人的光景背景 或者是我们的经历不同 但确实在我们里面呢 常常就是我们在害怕 我们怕什么呢 有些人害怕不知道 我们的经济金钱够不够用 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的未来 我们害怕自己身体的健康 我们害怕工作呢保不住 我们会害怕别人的眼光 我们甚至来到教会 我们还不能够单纯的来这里敬拜主 我们会害怕弟兄姐妹怎么看我 害怕小厨长牧者怎么看我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呢 有许许多多的害怕 耶稣知道就算他复活 他的百姓仍然活在害怕 但是因着耶稣 他要给我们一个能力 就是放胆无惧的能力 耶稣为我们复活之后 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学习什么 而这几处经文呢 刚刚好就是耶稣复活之后 他向他的门徒显现 并且所说的话 我也求主今天晚上呢 也向我们显现 阿妹吗 当他好小声阿妹吗 当耶稣复活之后 不是只是一个事件完成了 不是只是一个救赎的工作完成 当耶稣为我们复活之后 他呢可以向他的百姓显现 我祷告主今天晚上 神可以亲自地向我们显现 他可以对我们说话 他可以用他的复活的大能 重新地向我们 好像开启 他对我们的计划 跟对我们的旨意 今天晚上呢 我们祷告主 在你心中也祷告 我们像那天那群门徒一样 可以看见那个 像我们显现的主呢 他有一个钉横的手 还有他受枪伤的肋旁 记得有一个他的门徒说 如果我没有亲眼见到 我总是不信 那耶稣就向他显现 向多玛显现 说你来摸我的钉横的手 来摸摸看我受伤的肋旁 我们祷告主 今天主也向我们显现 让我们看见 他的血是为我们流的 他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的 他的爱是真实的 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 而且当他们向我们彰显说 我们可以更清楚知道 他要我们做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这几处经文 好不好 耶稣是复活之后呢 向他的门徒显现 然后对他们说的几段话 马可福音十六章 十六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 十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 这几处我们都一起来念 好不好 我们大声地来念 神的话是有力量的 预备 请 后来十一个门徒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 心里刚硬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 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一处经文 我们看到这群门徒呢 就算耶稣复活了 他们仍然心里刚硬 而且仍然有不信的 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 对他们说呢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给他们任务 你知道他给他们任务呢 不是给那个 好像信心很刚强的人 好像预备好了 或者是很勇敢的 他呢 向他们显现的这群人 是不信的 心里刚硬的 而且呢 不相信他复活的 这一群人 居然神给他们任务 给他们命定 告诉他们说 去往普天下 所以这是第一处经文 第二处经文 在路加福音24章 36到38 46到49 我们一起来念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在他们中间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 又对他们说 圣经上所说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赦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将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一样 耶稣向他们显现的 这一群人呢 其实是很胆怯 很害怕的 而且呢 心中仍然会有愁烦 有疑念 有怀疑的 所以经文里面呢 说 耶稣就向他们说 照着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跟刚刚的经文一样 他们要奉他的名 传悔赦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 直传到万邦 所以呢 他不只是向这些 软弱的人显现 再一次看见 他也给他们 他的话语 并且呢 给他们指派 他们要活出来的命定 和任务是什么 49节更看到 这边有一个 很特别的事 就是要他们 在城里等候 父所应许的 也就是圣灵 要赏赐给他们 第三处经文 在约翰福音 20章 好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了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来感谢你 今天晚上 愿你亲自的向我们显现 主啊 当你向我们显现 主啊 我们的心就喜乐了 主啊 当你向我们显现 我们里面本来 消极冷淡的心 要重新火热起来 当你向我们显现 我们人生就有方向了 就有目标了 就知道要做什么了 今天晚上 我们欢迎你 向我们彰显 复活的主啊 我们欢迎你 向我们彰显 听我们同心仰望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好不好 Amen 每一处的经文 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都说了一句话说 愿你们平安 你也帮我跟旁边说 愿你今天晚上平安 好不好 愿你今天晚上 另外一遍也讲一下 另外一遍也讲一下 愿你今天晚上 这几处经文呢 其实共同一遍 其实共同地记载了 耶稣向门徒显现 所说的几段话 我想耶稣 我想耶稣在完成了整个救赎的计划之后 他第一次向门徒显现他自己的时候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也就是当他完成救恩救赎的大功的时候 他要有一些很重要的话 要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这好像一个人 他生了一场重病也好 或者是他在重病的当中 想了很多人生的重要的事 甚至耶稣也知道 他即将要升天 回到赴宝座的右边 所以接下来 在他升天之前 跟门徒的这些聚集 都非常的重要 重要到一个地步 在每一句话都代表了 他为什么要上十架 而且他上十架的意义是什么 他要他的百姓要做什么 所以当耶稣上十字架复活之后 对门徒所说的这些经历 这些话语 其实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讲 也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把这几处经文 做了一个归纳跟整理 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当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完成了这整个救赎的工作 就像我们上个周末 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他复活 战胜了一切黑暗的权势 因为他复活 给了我们重新开始了一次机会 阿们 而这些的一切的一切 到底有哪三件重要的事 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他复活了之后 要告诉我们的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我们胜过的是 惧怕的问题 胜过的是惧怕的问题 我们刚刚有发现 每一次耶稣向他们显现 第一句话都说 愿你们平安 并且提到呢 他们在耶稣复活之后 仍然带着胆怯 带着恐惧 带着怀疑和不幸 所以呢 其实耶稣非常的知道 就算他已经战胜了一切 他的百姓仍然会软弱 仍然会恐惧 是不是这样子 就算耶稣已经战胜了一切 但是那个害怕 那个恐惧 那个怀疑跟小心 仍然会在我们的心中 这也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需要装着好像 常常就宣告没事 没事 确实 我们的里面 仍然会有仇敌 给我们的一些网络 或者是那些诠释 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恐惧 怀疑 疑惑 信心也会动摇 常常我们参加完一个聚会 我们非常的刚强 但是又听到家里面 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又跌到谷底 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子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这样子起起伏伏 耶稣非常清楚知道 这就是我们 所以他向他的百姓 第一个显现 他就说 愿你们平安 不要害怕 那个为你们钉十架的耶稣 已经为你们复活了 在他跟门徒见面的时候 第一句话 就点破了门徒 生命当中的光景 也就是你跟我常常的光景 就是我们 时常会活在信心的高峰 也有的时候会经历 信心的忧苦 所以我要鼓励 今天在这里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神呢 他的复活 也是要告诉我们 他也战胜了 惧怕 害怕跟恐惧 他来告诉我们的 就是平安的信心 以佛所书 第三章十二节这样说 他说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 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地 来到神面前 你知道相信耶稣的 这条道路 每一天我们都在 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害怕 但我们因着耶稣 能够放胆无惧 我们会胆怯 我们会怀疑 我们会小心 但我们都是因着耶稣 这边说 因着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 放胆无惧 这是我们天天 需要经历的事情 就是胜过惧怕 因着耶稣 放胆无惧 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呢 你真正隐藏的 害怕是什么 你到底在怕什么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个人的光景 背景 或者是我们的经历不同 但确实在我们里面呢 常常拥有的一个情绪 或者是一个生命的光景 就是我们在害怕 我们怕什么呢 有些人害怕 不知道我们的经济 金钱够不够用 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的未来 我们害怕自己身体的健康 我们害怕工作呢 保不住 会不会 接下来呢 会不会有面临到一波裁员 或者是减薪 我们会害怕 我们不是在老板 或者是这些工作的 这些同事的面前 是一个值得称许的呢 还是我们在他眼中 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会害怕别人的眼光 我们甚至来到教会 我们还不能够单纯的 来这里敬拜主 我们会害怕 弟兄姐妹怎么看我们 害怕小厨长 牧者怎么看我们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呢 有许许多多的害怕 耶稣知道 就算他复活了 他的百姓仍然活在害怕里 但是因着耶稣 他要给我们一个能力 就是放胆无惧的能力 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 胜过许许多多的害怕 有个调查 调查了五百多个人呢 他说统计他们里面呢 每一个人总共有七千多种 不同的害怕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 有超过十几种的惧怕 在人的心中 我上个礼拜六日 有跟你们分享 我们对绝望很害怕 我们对死亡很害怕 我们对未知很害怕 我们对不能掌握的事情很害怕 我们对许许多多 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这些东西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在朋友的当中 有些人是吃得最健康的 但是呢 他生病得最早 我们有些人是那种 很常运动的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 为什么他也会得这样的疾病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花莲 是叫做这个蔡子杰牧师 他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衣架子 身高又高又瘦 而且呢 他是去做那种 溯西啊 跑步啊 每天去合体跑步 那然后呢 又一表人才 长得又帅 然后又会慕会 都非常的羡慕 可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去年 他就经历了一个 突然来的这个心肌梗塞 好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害怕 不知道这些事情 为什么会临到 我们摸不着头绪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面对 这些我们 如果这个生病的是 真的生活很不规律 有些 那个我们还有机可学 但是有很多的东西 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 人有三个层面不同的害怕 分成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是表面的害怕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没钱了 存款不足了 我们付不出账单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开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发现那个油 已经见底了 那下一秒钟 会不会要推车了 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害怕 就是生活当中 我们会经历的 天天都在发生的 这样子的东西呢 是叫做表面的害怕 更深一层的叫做 灵里面 潜意识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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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里面的这种 对失败的恐惧 害怕被人拒绝 自我形象的这种不确定 还有呢 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自信心 很薄弱 很容易走心 很容易受人影响 或者是呢 我们在这种 权威的人底下呢 长大 所以呢 我们对做决定很害怕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能够很快地做决定 我们羡慕别人 很快地可以做决定 我们做不出决定 因为每当我们 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就有一种声音在控告我们 说我们好像 会不会这个又错了 会不会这个又不对了 那这种东西 就在我们潜意识里面 常常充满了惧怕 我们的人生当中 很多需要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做完选择 反而更害怕 我们不做选择的时候 也很害怕 就是整天被这样子的害怕 就 那个是一个权势 在抓住我们 那最深的害怕 它是灵里面的惧怕 灵里面的惧怕 来自许多我们摆脱不了的 这种没有处理的根源 那个东西是仇敌魔鬼 可以掌握我们的一个地方 那个叫做毒根也好 或者是坚固的淫磊 好像一种内在誓言 我想到的是 或许你的家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在婚姻上面 很多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从小呢 你在心里面 就有一个内在的誓言 觉得你的婚姻 一定会有不好的结果 所以你就常常在灵里面 有这样的惧怕 然后你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婚姻会出事 所以里面就一直不断 不断的有这样子的力量 在抓住你 甚至家族有一些疾病 所以家族的疾病 就发现 你上面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有许多这样的疾病的征兆 所以其实你也没有这样子 但是你的灵里面 就充满了害怕 所以你就一直害怕 你是不是会得着这个疾病 这个疾病什么时候会来 你就好像相信说 这疾病一定会来 一定会来 一定会来 这样子的在你里面的害怕 这是我们很深沉的 而且是仇敌 很容易在我们里面 抓住我们的 所以常常这些害怕 就笼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耶稣向祂的百姓显现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战胜这些害怕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说神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担忧跟害怕 都交给你 不代表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要装作很刚强 或者是我们很镇定 No 耶稣都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刚刚看读的那些经文就知道 耶稣向他们显现 第一句就告诉他们说 不要害怕 因为你们平安 我知道你们胆怯 我知道你们小心 我知道你们还有怀疑 耶稣都知道 今天晚上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不是装模作样的夜晚 是打开我们真实来到上帝的面前 说神 我里面有惧怕 我要通通的交给你 你是为我复活的神 你来的第一句告诉我 就叫我不要害怕 你要赐给我平安 今天我们也要宣告 你的家会有平安 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有平安 你的经济会有平安 你不会受到这个捆绑 这个好像在你里面一直不断 从小 那个不是只是一两天 那个是从小在你里面就有的惧怕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这些惧怕要挪去 胆怯要挪去 害怕要挪去 要离开我们 离开我们 离开我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 不只是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记不记得我讲 他也战胜了一切黑暗的权势 所以我们 敬拜团可以上来吗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我们祷告主今天晚上 害怕要离开 恐惧要离开 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 当我们里面有许多恐惧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 我们往往信心刚强一下 我们就掉下去了 我们往往一场聚会 牧师讲得再好 牧师为我们祷告一下子 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棒 但是我们一下就会掉下去 因为那个害怕在我们里面 好像紧紧地抓住我们 好像告诉我们说 这已经是你 你一辈子都这样了 你跟这个害怕 已经共存了那么多年 瞬间如果没有这种担心 你还不知道你到底要想什么 所以你就常常有这些恐惧 在你的里面 那耶稣不断地要挪走这些 但我们每一天都把那些担忧 重新拿回来 记不记得我有讲过说 我们如果出去倒垃圾 大概没有哪一个人出去 倒垃圾完拿更多包回来的 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看到邻居的 他们那些垃圾 我们觉得很棒 然后就拿他们的垃圾回来 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把这些恐惧 把我们的害怕交给神 或许你有一个很直接的 表面的害怕 是你这阵子工作 家底的关系 人际关系在受影响 或许你有一个比较 潜意识的害怕 对你自信心 对你的这个自我的形象 做决定 或者是对人的言语 许多的这些害怕 或许有一些更深的在你里面 是从小到大 抽敌给你那些内在誓言 好像你一定就是这样子 你的家就这样子 你一定会得什么疾病 你一定会往这条路上走 你一定会跟妈妈一样 在这个情绪上面有问题 你一定会跟爸爸一样 在说话上面 有这些脾气的毛病 好像那些东西就在我们里面 那今天晚上 因着耶稣我们父 第一件事情 当他要给我们 等一下我会讲 他给我们使命 给我们命定 活出一个有命定的人生 要往前走 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 就是害怕 我们要说神啊 我把我这些忧虑仇烦 感觉都交给你 求你来帮助我 求你给我力量 让我来胜过 我里面的那些害怕 当耶稣 为我们复活的那一天 向门徒彰显 要走近他们 就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 不要害怕 愿你们平安 今天我祷告主 祂要走近你 靠近你旁边 然后用祂钉横的手 按手在你的身上 对你说孩子 我的女儿 我的孩子 不要害怕 愿你们平安 不要一直有一种 好像无止境的循环 就是我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胜过了 因为祂已经复活了 你可以勇敢起来 你可以往前走 不要被这种害怕捆住 你可以继续的往前 继续的往前走 好 我们从卫生站起来 好 我们可不可以唱 那个因你的十佳 你的宝血书归我 和服务我心深处 我要永远却要祢作为 你赐给了我 心的盼望 宣告 你奇妙无能力 医治了我 我愿意献上我的灵 淡淡归于你 耶稣你是我的一切 是 我愿意那些 你赐给你 就是我 你赐给你 毕业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就说奉耶稣的名 我把我这样的惧怕 交在祢的面前 好 你就停下来不用唱 你就说主啊 我把这样的惧怕交出来 交在祢的面前 那如果想到什么 你就开始开口祷告 敬拜团会继续唱 圣灵在这里 今天晚上呢 要把所有的惧怕都释放出来 把所有的恐慌恐惧都要释放出来 因着十架 因着祂为我们得胜 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孩子不要害怕 愿你平安 愿平安临到你 临到你身体的状况 临到你的家 临到你跟孩子 跟你的父母亲的关系 愿你平安 愿你平安 我们从头来唱好不好 一起来说 我有祢在我的生命中 祢自给了我心的生命 祢自给了我心的生命中 祢自给了我心的盼望 对今天晚上不让仇敌有任何抓住你的机会 不让他通过你的软弱抓住你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 祢自给了我心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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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再一次 今天晚上 抽屉没有任何的机会 捆绑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要得自由的释放 恐惧不能抓住你 害怕不能抓住你 是吗 你十秒终为你 在我生命中 因你的时间 我活着 对了 对了 谢谢主 不再害怕 不再害怕 愿你平安 主对你说平安 是吗 他自平安 是吗 你的所为 你心在我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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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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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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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得释放的自由 没有东西可以再捆绑你 我就算失去一切 我还有主耶稣 我还有为我复活的救主 我还怕谁呢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还惧怕谁呢 释放我们得到自由 开口祷告 开口祷告 表面的恐惧离开 潜意识的恐惧也要离开 用一个秘密的灵魂 祝能那些粵魂 我的宗门圈 你生过所黑暗的春生 祝你生日祈离大一代 祝你生日会 希望祝你生日下 飞你的世家 我活着 飞你的世家 我的身 以祢大能 照着之法 你奇妙组维 在我生命中 以祢的世家 我活着 以祢的世家 我的身 以祢大能 照着之法 你奇妙组维 运行在我的生命中 今天晚上我们家的弟兄姐妹 第一个 你好像从小到大 你都很害怕 害怕变成像你父母那样子的人 所以你就一直告诉自己 你不要不演成那样子的人 你不要像他们的脾气 你不想要像他们的个性 你不想要这样子 你知道这是一个诠释 这是一个惧怕的灵 在你的里面 所以突然间你会恍然大悟 其实你越不想 你就越来越像你所惧怕的 那个人的样式 你的讲话 你的做事风格就越来越像 今天晚上我们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我要奉主的名 我要为你祷告 所有的这样子的捆绑要离开你 所有这样的害怕的 这个捆绑要离开你 因着害怕 仇敌给你种下的这个锁链 在你生命当中 今天晚上都要完全的断开 第二种 你一直以来就很害怕 别人瞧不起你 或者是别人会看低你 看扁你 所以你就非常的努力 一直要做到 别人想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一直以来 你就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害怕别人的眼光 一直在担心别人会说什么 一直在担心别人要怎么看 或许因为你以前 好像因为别人怎么看你 所以你受了很大的伤 所以你就一直在担心 一直在害怕的里面 今天晚上我要奉主的名 把这样子的这种沉重的包袱 好像已经跟你绑在一起 绑了很多年的这样的包袱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在十字架上的诠释 已经胜过了这一切 胜过了这个害怕人的眼光 胜过这一切 如果你是这两种其中一种 把手高高的举起来 牧师为你祷告 今天晚上你要得着释放 得着释放 得着释放 举手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你要得到自由 你说主啊 这个全是不再捆绑我 这样潜意识的这种害怕 不再捆绑我 不再捆绑我 这种担心不再捆绑我 离开 奉耶稣的名 离开 我奉耶稣的名 离开 我奉耶稣的名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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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底你没有权势在神的百姓身上 没有 没有 没有权势 今天晚上举手的这种姐妹 是自由的 是平安的 是没有恐惧的 平安领导你 平安领导你 再也不惧怕 再也不惧怕 再祷告一下 再祷告一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已经战胜了 以你的世家 我活着 以你的世家 我得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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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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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请许牧师带我们来祷告好不好 每个人低着头 按手在自己的胸口上面 我请许牧师带我们来祷告 护我的耶稣 祢现在在我们当中行动 谢谢主 奉主的名 奉耶稣基督从私利赴我得胜的名 命令主要在我们当中 主啊 不管有任何的恐惧 主啊 从家族来的 或者从生活当中累积 产生出来的任何的害怕 在灵里的深处 我奉拿上了耶稣基督的圣明命令 这个害怕这个恐惧现在出来 现在离开 现在出来 从灵的深处出来 主啊 你在 主啊 你的百姓当中要得荣耀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主啊 奉护仇敌 从我亲爱弟兄这边的生命当中 离开出来 一切的害怕根源 主啊 你来拔除 现在就来拔除 主啊 这恐惧的毒根 一根一根的拔除 一根一根的拔除 从延伸家庭来的 从过去的过患罪恋里面 造成的这些害怕 主啊 现在出来 从灵的深处上来 Amen 完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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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挫败里面 从过去的失败里面 主啊 已经裹足不前 不敢再尝试 主啊 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这个恐惧 我命令 现在离开 现在上来 Amen 我命令过去一直在罪的里面 被那个罪疚感深深的抓住 那个仇敌的谎言 还在控告你 我命令这个谎言 罪疚感的根 是 是 罪疚感的根 主耶稣你现在来拔除 出来 出来 从你儿女的身上 一个一个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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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基督的证明 怕黑从小 有一些人怕黑 怕死亡 从小可能家里有人过世 对那个死亡有极深的恐惧 我奉拿上耶稣基督的圣明 命令那个死亡灵 现在出来 怕黑怕黑的 那个恐惧上来 现在离开 现在完全上来 去到耶稣要你们去的地方 死亡的灵 在我们身上 无犬无分 无纪念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从死里护活了 耶稣战胜死亡 耶稣战胜罪恶 耶稣战胜我们的软弱 谢谢耶稣 赞美你把荣耀都归给你 今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明 再开口祷告一分钟 再开口祷告一分钟 宣告 再开口祷告一分钟 宣告 耶稣已经在你里面得胜掌权 现在 伤 άλλ이스를赶醒了 我们重点 依然 对磤。 从凌离开 凤耶稣那米 离开 离开我们 人民多自满 宣告 宣告 从底离开 不容许你再支付在神的百姓的里面 谢谢主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来 我们拍手吧 荣耀归给主耶稣 大大的拍掌 荣耀归给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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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这是第一个 当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再一次告诉我们 我们会软弱 我们会小心 我们会胆怯 但祂告诉我们不要惧怕 祂会赐给我们平安 那当我们处理害怕的四个事情 你知道当小孩从小都很害怕的时候 祂就不敢去尝试 祂就不敢往前走 很多东西祂就很怕 但有些孩子你就会发现 祂很自由 祂什么都敢去世 什么都敢闯 什么都跑在前面 所以祂就没有任何的限制 可以完成上帝要祂完成 我要宣告今天晚上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恢复那个起初孩童的这种自由 阿们 阿们 就是我们过去被害怕绑了太久 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很担忧 我们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 所以我们很害怕失败 我们觉得不容许自己失败 但谁没有失败呢 弟兄姐妹 谁没有失败 我们常常就不容许自己失败 到了一个地步 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担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活在那种 不能失败的害怕里 但今天晚上神在我们里面 做一个奇妙的工作 十字架就是一个奇妙的交换 它看起来好像很软弱 但是其实十字架是得胜的 就是交换我们里面的软弱 让我们虽然软弱 但是因着主我们是得胜的 所以我们要宣告 那个恐惧要先 第一个在十字架面前被处理 他战胜了黑暗一切的权势 不能再用恐惧来捆绑我们 我们好像那个孩子一样 我们就很自由的 可以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完成的工作 相信再次拍一张荣耀归给他 Amen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Amen 跟旁边说我们是自由的人 Amen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除了胜过惧怕 当他复活的时候 要我们做的第二个事情 就是领受圣灵 就是领受圣灵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 洗净了我们的罪 给我们赎回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可以领受圣灵 我们本来因着我们的污秽 我们整个人是充满了罪污秽 所以是很难让圣灵可以与我们同住 充满我们 但十字架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被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洗净过后 我们的这个干净的器皿 这个器皿是可以让圣灵完全的充满我们 天天的与我们同在 而且占满我们全人全心的 让圣灵不断的可以充满我们 所以你看经文里面 就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所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就是圣灵的能力 亲爱的朋友 当耶稣为我们复活的时候 为我们赎回来一个很宝贵的礼物 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灵 你会成为一个有圣灵与你同在的人 你去到哪里 你会带着圣灵的大能 那个圣灵的能力会随着我们所见证的到 所以当我们耶稣在释迦上得圣之后 给了我们就是一个领受圣灵的能力 而约翰福音20章 约翰福音20章 耶稣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说你们要领受圣灵 今天晚上有多少人你说 神向我吹气我也要领受圣灵 我要成为一个领受圣灵 而且满有圣灵 有圣灵同住 有圣灵充满的一个人 我不要只是一个好像我知道神与我同在 但是我只是做一个好像 那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很圣人吗 或者是中规中矩的人 不只是要这样子 我要祷告主 每一个父亲和弟兄姐妹 我们不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基督徒 我们要成为满有能力的基督徒 当圣灵来给我们能力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为祂做见证的 当圣灵给我们能力的时候 是我们里面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我们可以结出果子 当圣灵给我们能力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有圣灵的恩赐 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 说方言行义能医治这个信心的灵 这些会充满我们 我们不只要成为一个好像很乖乖牌 很乖乖聚会的基督徒 这个很好 但是我们也要跟主可慕的药 我们要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基督徒 当我们手按病人的时候 我们就祷告主主啊 这个医治 不是我可以医治 是圣灵的能力充满我 让我有圣灵的恩膏可以医治人 当我面对到一个人在跟我诉苦 倾诉他心里面的这些话的时候 因为我满有圣灵 圣灵会提醒我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当我一说 他好像眼睛就被开通 心里就畅快起来 这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当我们需要一些 有一些危机需要转折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那个如果没有神机 没有异能 这个没有办法 人是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圣灵给我们能力 去改变我们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 那个行义能的大能 要临到我们当中 我们要祷告主 这是耶稣上十字架 为我们赎回最重要的 最宝贵的一个礼物 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灵 不要说 好 我是一个好基督徒 好基督徒也非常好 但是我们更进一步的 哥林多前书要我们更可慕的 是求那个更大的恩赐 让圣灵的恩赐可以充满我们 我们盼望圣灵今天晚上 可以浇灌每一个凡有血气的人 我们祷告主说 主啊 向我们吹气 吹入你的灵 阿们吗 向我们吹气 吹入你的灵 让我们呼吸一样 我们吸入的就是神的灵 在我们里面 我们本来走路是很 很 这个叫什么很沉闷的 或者是很软弱的 因为我们 我们里面就是只有我们人的灵 在我们里面 但是当我们里面沉闷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 因着我们吸入圣灵在我们里头 我们可以阳光起来 我们可以有力量起来 因为住在我们里面 比这个世界还大 我们不再只是用人的灵 在支撑 用人的灵来做这些事情 乃是因为有主的灵方能成事 刚刚带我们领会的弟兄说 我们不是依靠势力 也不是依靠这些人的这些能力 乃是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 复活 耶稣复活 为我们赎来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灵 祂要向我们吹气 祂要向你的生命吹气 祂要给你信心的灵 祂要给你医治的灵 给你智慧的灵 给你启示的灵 给你敬畏耶和华的灵 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会感受到今天祷告会完 你会感受到不一样 不是环境变了什么 是因为神的灵向你吹气 你会充满了力量 你会讲话的时候 你会充满了信心 你祷告的时候 会有一股力量 从你的生命当中释放出来 因为神的灵与你同在 今天晚上当复活节之后 第一件事情 耶稣要战胜的那个是我们的恐惧 是我们的害怕 第二件事情 就是要我们领受 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你要跟主说 主啊我渴慕 我渴慕你圣灵充满在我的里面 来跟我讲一次 主我渴慕你 来跟我讲一次 大声一点 主我渴慕你 再一次 主我渴慕你 来从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 再讲三次 主我渴慕你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一二三 主我渴慕你 再来 最后一次 主我渴慕你 开口祷告 开口祷告 高举手 高举手 今天晚上让圣灵可以充满你 你说主我要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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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渴慕你 主 voca1 主我渴慕你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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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有祢 我要 充满我 充满我 向我吹气 圣灵向我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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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向我吹气的时候 圣灵向我吹气 圣灵向我吹气 你们打开眼睛看我 当神要给我们东西的时候 你知道圣灵是像鸽子一样 祂是非常温柔的灵 所以祂不会这样子冲撞你 祂不会这样说祂要来就来 一定是你要欢迎祂 你要渴慕祂 所以你要打开你的口 说圣灵我欢迎祢 然后圣灵我每吸一口气 就是把祢的灵吸进去 记不记得刚刚经文 耶稣就向我们吹气 你今天晚上你就领受 说主啊 我领受祢的灵 领受祢信心的灵 领受祢医治的灵 领受祢智慧的灵 领受祢启示的灵 领受祢这个勇敢的灵 胆量在我的里面 领受 你要渴慕 没有渴你就不会想要 你不会站在那边说 圣灵你要给我就给我 不给我就算了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渴慕 你要像小孩 你有去过百货公司吗 你要像小孩 在玩具反抖层的门口 抓着爸爸的大腿 那样子的感受 跟圣灵说 我要 我要你更多 阿妹吗 来 高举双手 主到三 大声祷告 不要小声 一 二 三 大声祷告 圣灵 我要 我要 充满我 充满我 我要更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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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充满 更多的充满 加力量给我们 对啊 我们有些众姐妹 需要医治的高默 今天晚上把医治的恩高给我们 作为我们弟兄姐妹 需要智慧的言语 把智慧的言语跟舌头给我们 更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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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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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祷告 对了 对了 开口 开口 千尧 被它敌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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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 更多透过 Zen 我们可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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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丢姐妹 可慕 在线上的丢姐妹 我们可慕 心中的丢姐妹 罗洞的丢姐妹 原味道丢姐妹 我们可慕 我们可慕 对了对了 圣灵更多更多的造访我们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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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没有音乐 我们继续祷告 圣灵在这里 可慕她 可慕她 今天晚上让圣灵更多的造访我们 充满我们 信心在这里 信心的灵 对了对了 圣灵我们需要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渴 我们要 我们会 我们 祝你祝你 Hallelujah,圣灵 更多更多更多 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 Hallelujah,圣灵 来我们向圣灵唱一个新的歌 新的旋律 新的旋律 用灵里面的旋律 我们科目 我们科目你 更多更多更多的充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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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不要被限制 圣灵在这里 让你的灵里面可以翱翔 满有圣灵 满有圣灵 更多 更多 你的教会需要更多 被圣灵充满 更多灵里面的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灵更多的造访我们 更多的充满我们 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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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里面的更新 让我们成为一个 可以承载圣灵更多的器皿 我们需要 谢谢您 圣灵 我需要 谢谢您 Hallelujah 祝你世家 我活着 祝你的世家 我的生 祝你大能 唱全是乎 祝你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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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 祝你世家 我的生 祝你世家 我的生 祝你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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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世家 祝你世家 祝我世家 欢迎祢更多的与我们同在 更多 更多 主啊 从复活而来的那个圣灵 降临在我们中间 向我们吹气 主啊 祢一向我们吹气 软弱都会变回刚强 主啊 向我们吹气 向我们有疾病的家人吹气 他们要得着医治 特别像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 正在软弱中 主啊 这两天特别软弱 睡眠也受影响 心情也受影响 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 向我们弟兄姐妹吹气 刚强起来 因着神的灵刚强起来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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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第一个我们当耶稣复活之后 胜过了害怕 第二个祂要降下圣灵 让我们领受圣灵 最后一个祂要我们可以传扬福音 47 48节 路亚福音24章 并且人要奉祂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当耶稣复活之后 帮我们战胜了我们里面表面的害怕 潜意识的害怕 还有灵里面的害怕 并且赐下那个宝贵的圣灵给我们 圣灵带着极大的能力 为耶稣做见证的能力 医治的能力 信心的灵 刚强的能力在我们里面 而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祂给了我们一个使命 要我们去从耶路撒冷 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 我们活着就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的 好小声的Amen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我们活着就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的 马可福音16章15节 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也就是每一次当你遇到任何一个人 他都是万民的其中一个 当你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机会 你知道就是我们传扬福音的机会 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传福音呢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困难 不是那种太高深的学问 也不是那种读过神学的人 才能讲清楚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 觉得耶稣复活了 要我们去传福音 那传福音是不是很高深很难 那我们如果人家把我们问倒了怎么办 NO 记不记得我们刚读的经文 耶稣叫他们出去的这群人 他们又小心又胆怯又害怕 其实老实说他们甚至也不一定 那么相信耶稣已经复活 但耶稣就叫他们去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就是因着耶稣的十架和复活 你经历什么你就分享什么 这叫做福音 Amen 福音就是因着祂的十架 因着祂为我们复活 你经历什么你就分享什么 那就是我们生命最好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什么 就是我生命当中因为遇见祂 遇见十字架 遇见这位为我复活的主 因为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更新我 我原本是害怕的 但是祂给我的胆量 给我勇敢 给我信心 这就是福音 我本来是一个很胆怯的 做决定都不敢的 但是因为十字架 因为复活的大能 在我里面 我现在敢做决定了 我也相信自己了 这就是福音 或许我以前是那个很 常常被金钱 成为金钱的奴役 好像也不是没有钱 但是只要看那个数字起伏 我就很受影响 但是因着十架 因着耶稣基督 我看金钱没有以前那么沉重 没有那么大的重担 而且我也不觉得 那个东西可以控制我 这就是福音 或许以前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你是被这个孩子或丈夫 常常牵着走 你就常常因为他脸上开心 你心情就开心 他们不开心 你就那个礼拜都很低潮 你就背着家人的这种情绪 被绑架了 被勒索了 被绑住了 但是因为十字架 因为耶稣基督 所以你的心情不再受任何一个人 心情好坏影响我 因为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才是我的力量 所以你就可以分享 我的心情不再受任何人影响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好消息 福音不是那种 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要 很会讲圣经 很会讲 很会讲这些经文 很会解经 福音就是 我们因着十字架经历什么 就分享什么 那一天耶稣向他们显现 说我亲爱的门徒 我的孩子们 也就是像今天晚上 神的话也向你打开 今天耶稣站在我们的面前 也向我们说 去使万民可以听见福音 听见你生命当中的改变 看见你在这里经历了什么 看见你在这里改变了什么 可能那个不是好像说 我完全的改变 但是你因着十架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他说他以前在学校 五个字里面一定就有一个字是脏话 十句里面一定每一句话 都要用脏话开头跟结尾 如果没有脏话 他不知道怎么开头跟结尾 但他就说 他说现在你们听我讲话 到现在我没有再用脏话开始 这就是福音 弟兄姐妹 这就是福音 我们因着他的十架 因着他的复活 我们生命经历了什么 我们就分享什么 当我们要开始去 开始做幸福小组 开始要跟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长得很有压力 觉得那要怎么讲 那要怎么分享 No 当这位复活的主 今天晚上向我们显现 祂先除去我们的惧怕 祂赐下宝贵的圣灵给我们 祂给我们的任务就是 我们经历什么就讲什么 分享福音就是把我们所经历的 跟人分享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 这样是回想 我们是被神的 这个耶稣的宝血救出来的人 如果没有祂就没有我 今天 而我们能分享的 就是分享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 我们能分享 就是因着十字架跟复活 我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就分享什么 因为祂为我们复活 让我们生命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为祂传扬福音 我们祷告主 今天晚上我们不只领受圣灵 我们不只惧怕挪去 让我们整个复兴堂 都火热起来 成为传扬福音的教会 我们祷告每一个每一个 我们去认识的每一个人 那心中就有一种负担 觉得我经历什么 我也要让祂知道 如果你吃了一个好的餐厅 没有告诉我 我一定会掐着你的脖子 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 今天我们拿 我们去到一个美好的教会 我们去经历了这位 为我们复活的主 我们一定巴不得让 使人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这就是复活节 耶稣要跟我们说的话语 好 我们从未章站起来 我们高举双手说主啊 让我这一生被祢呼召 领受祢复活的大能 就是成为一个愿意火热分享 祢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 美好的事情福音 我不再成为金钱的奴隶 我不再活在别人的情绪底下 我不再被别人的成功来定义 主啊祢在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 让我也可以与人分享 开口祷告 主啊 让我被祢的福音得着 让我勇敢地分享福音 主啊 祢的复活带给我荣耀的盼望 谢谢耶稣 谢谢祢 我们再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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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现在高摩 你的百姓把传福音的火热浇灌下来 把福音的大能 伤给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晚上就领受这个福音的大能 领受 主啊 或许我们是着口奔舌 但是 祢的灵来 是我们说话的智慧 让我们传一个就信一个 让我们分享福音 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赞美主耶稣 赞美祢 谢谢祢 哈利路亚 一起来宣告 因祢的释迦 因祢的释迦 我活着 因祢的释迦 我的神 因祢他能掌卷释放 你几秒作为 在我生命中 因祢的释迦 我活着 因祢的释迦 我的神 因祢他能掌卷释放 你几秒作为 已经在我的生命中 今天晚上我们要释放一个 福音的这个火热 在福星堂 在福星堂的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好不好 你帮我把你的手搭在旁边的肩膀上 我们要数到三大声的祷告说 让这个传福音的火焰 也临到我们周围的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这个传福音的负担跟火点 点燃起来 让我们领受这个复活的大能 传福音直到地级 数到三不要小声 大声地为左右两边祷告 让我们起来被这个福音挑望 传福音的火点燃我们 一 二 三 开口祷告 点燃 点燃传福音的火 点燃 点燃到我们当中 点燃 你的教会 点燃 你的百姓 这复活的好消息 不要在我们中间停下来 不要停在我的生命当中而已 让我们传出去 领受复活的大能 顶售А 与祢的使家 我活著 与祢的使家 我的勝 与祢的使家 我活著 与祢的使家 我的勝 以祢的世家 我活着 以祢的世家 我得胜 以祢祂能掌全是法 祢只要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 主啊 今天晚上祢亲自向我们彰显祢自己 亲自的彰显祢自己 让祢的众百姓看见祢钉痕的手 受伤的肋膀 看见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助 主啊 给我们极大的盼望 第一 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恐惧 第二 奉主的名 我们 祢向我们吹气 让我们领受圣灵 主啊 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这一生 能够为了祢的福音而活 我们经历什么 我们就分享什么 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愿耶和华光照我们 愿祢用祢的脸养脸施恩给我们 赐我们平安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我们 让我们出 让我们入都赐下平安来 主啊 不管我们去到哪里 彰显基督里面呼召我们而有的香气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谢谢耶稣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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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复活带给我们三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恐惧 胜过惧怕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领受胜利 第三 我就要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 名字的是这里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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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